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传说能看到北极光的人都很幸运 因为能够看到极光得符合天时地利人和 得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才能看得到的 极光通常是出现在纬度66至69度左右的 两个环带状区域内 北半球的极光被称为北极光 南半球则称为南极光 观赏极光的最佳地点 通常是位于北半球的极地地区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和北欧 当然还有冰岛 这里是出了名的看极光的圣地 是北极圈内唯一的一个 全国都可以观赏到极光的国家 很多人为了一生中能够看到一次极光 都特地飞到这些地方去实现梦想 然而就在今年的5月10日到11日左右 世界各地大面积的出现了极光 各国的网友都纷纷在网上 分享自己拍到的照片 这种现象虽然过去也有过 但还是很罕见的 不过在这绚丽的极光下 竟然暗藏着一场危机 5月10日星期五 包括北半球的美国和巴哈马 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州 全球各地的夜空都出现了极光 星期六深夜 美国社交媒体开始有网民上传极光在线的视频和图片 只是极光的强度不及前一晚 而这次的极光现象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地球正面临着20多年来最强大的太阳风暴 我们的太阳其实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恒星 它的表面上有很多活动正在发生着 而这些活动俗称太阳风暴 而这次的太阳活动是来自于太阳表面的一个叫做3664的区域 这里出现了很大范围的太阳黑子群 位置在太阳赤道下方 宽度大约是地球的17倍 根据space.com的报道 这些太阳黑子巨大的 甚至连人戴上了日食眼镜都可以看得到它 太阳黑子也叫日斑 是太阳光球上的临时现象 是由于强磁场抑制了太阳内部的能量向外传递 导致局部的温度较低 亮度比周围的区域低很多 因此看起来像是暗淡的黑点 换句话说 太阳黑子的出现代表着太阳表面上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活动 当太阳特别活跃时 就会像是爆炸一样 喷发出大量带有各种物质的药斑 其中包括磁能和高能带电粒子 那么如果太阳对着地球进行这种喷发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般上来说地球的大气层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会被地球的磁场导引 带进地球大气层 接着便和高层大气中的原子发生碰撞 然后产生美丽的极光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极光通常会出现在 现在纬度靠近地磁级上空的原因 但是如果这种太阳要斑的喷发比较强烈的话 就可能对地球造成破坏 而且这种伤害是一波波来的 首先巨大的电磁能量会以光速先抵达地球 航空公司和卫星导航网络所使用的无线电通讯 可能会完全无法运作 接着在喷发的大约30分钟之后 大量的电子和质子会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抵达地球 这些微小的物质会破坏卫星上的电子电路 而置身地球磁炮外的太空人 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接下来在爆发事件开始之后的18个小时到几天之内 一种叫做日免物质抛射的巨大电浆 会接近每秒3100公里的速度撞击地球磁炮 这样的过程会严重干扰地球磁场产生磁暴 我们地球就曾经经历过几次严重的磁暴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提到过 像是1989年的一场磁暴导致了加拿大魁北克发生了大停电 还有发生在1859年最著名的卡林顿事件 是有记录以来最强大的磁暴之一 不仅造成了电报系统中断 还有电报发报源遭到了电击 而在今年5月上旬看到的激光现象就是太阳风暴造成的 而且还是20年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太阳风暴 根据NASA的说法 最早的迹象是在5月7日出现的 当时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太阳要斑 直到5月11日又发生了多次要斑 以及至少7次的日免物质抛射向地球袭来 导致持续性的地磁风暴 美国太空天气预报中心的气象学家贝特韦表示 这场地磁风暴会产生磁壳 引起电压和电流 使卫星和电网等设备几乎超载 就连马斯克旗下的SpaceX的星链卫星 也受到了这种强大压力的影响 信号质量也短暂下降 而且更严重的是 太阳风暴很可能会继续发生 目前已知的是 平均大约每11年 太阳就会经历一次太阳极大期 这个时候太阳磁场会完全的翻转 太阳的北极和南极也会交换位置 科学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结果 只知道每次磁场倒转发生的时候 都是太阳磁场最弱的时候 而太阳的磁场又能控制着太阳黑子 药斑、冠状物质抛射等现象 当太阳黑子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形成太阳风暴 磁场最弱的时间点会被称为 太阳极小期 两极掉转之后 磁场又开始增强 一直达到太阳极大期 之后又开始下一个周期循环 也就是说 太阳每11年就经历一个活跃周期 而科学家把1755年定为 太阳活动的第一个周期 一般来说 科学家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 去推测太阳处于哪个时期 进而推测后续将出现的情况 数据显示最近一次的太阳极小期 出现在2019年的12月 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第25周期 这个周期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 那么太阳极大期呢 也就是这11年周期中的巅峰时期呢 则会在2024到2025年左右 NASA也已经在前几年预测太阳周期 将在2025年7月达到巅峰 贝维特也说 从现在到明年年底 再次发生重大风暴的可能性很高 不过当时NASA认为 第25个太阳周期的太阳风暴不会太强 因为科学家发现 这一周期太阳活动的强弱 和上一个周期的太阳磁极的磁场强度有关 假如极小值时期的磁极磁场较弱 接下来的太阳周期也会较弱 恰好第24周期是百年来最弱的一次 因此NASA就推算 第25周期的太阳黑子会更少 再加上一个太阳周期的强度 和太阳活动上升的速度有直接关系 而2019年看到的太阳黑子活动 是在以缓慢的速度稳步增加的 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今年的3月24日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发布了地磁风暴警报 指出地磁风暴级别 已达到了G1至G4水平 激光可能在远至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以南 至加州北部地区出现 由于这场风暴 加拿大还出现了电网异常的现象 因此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太空天气预报中心 公布了修订后的预测报告 新的报告认为 第25周期的太阳活动 将不如前4个周期般的持续下降 周期最高峰甚至还会提前到来 根据太空天气预报中心的数据 第25个太阳周期期间的太阳活动 将会比2019年所预报的增长的更快 风指水平更高 太阳周期的最高峰 大约会在2024年1月到10月之间发生 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则预测 第25个太阳周期将是从1975年开始 记录以来的太阳活动较强的周期之一 研究人员甚至认为 第25周期将会是有记录以来较强的周期 这么看来 未来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不久的将来 更恐怖的太阳风暴很可能会发生 到那个时候它会给现代文明 带来怎么样的一种冲击呢 2003年万圣节期间 曾经发生了一系列异常强大的太阳药斑喷发 俗称万圣节太阳风暴 而最强烈的药斑在10月28日 从太阳表面爆炸 强烈的日缅物质抛射 在第二天撞击到地球 据NASA称 当时的喷发是X级别的药斑 也就是太阳能够产生的最强大的级别 是史上最强大的爆发 当时的太阳黑子群比13个地球还要大 从这里喷出的日缅物质抛射 一时间摧毁了当时绕地球运行的半数卫星 并迫使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 转移到屏蔽较较好的空间站去躲避辐射 这次在地球上产生的磁激风暴 总共持续了三天 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暂时停电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基于GPS的系统被关闭了30小时 南非12支变压器被损坏无法修复 不过这次的风暴级别 仅仅是卡连顿风暴的四分之一 如果这场风暴发生在21年后的今天 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可怕 现在单是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就增加了数千颗 而我们对于电器电脑电讯等等的依赖程度也要高得多 没电了人的日常生活就得瘫痪 人类文明很可能会倒退甚至于毁灭 据英国杂志Tripwire的一篇文章整理 我们现代文明在短短的20年内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相比20年前 世界人口的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很多人都迁移到大都市区域了 而且估计还会有更多的人从郊外搬到城市来 再加上拥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 近年来也已经在路上行驶了 人类也在这20年内进入了科技革命 人能够使用无线电和远方的人进行通讯 市场消费模式也在迅速变化 人们不只是可以随时随地在网上购物 许多线上的游戏也应运而生 网上游戏已经成为了每周七天 全天候运作的全球性产业 社交媒体也成为了网络最普遍的用途之一 相比2003年 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手机 即使有手机 去偏远的地方度假时 还可能因为没有网络而享受到真正的假期 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 而且网络覆盖全面 大家随时都要拿出来手机看一看刷一刷 而近两年来 人工智能更是发展的特别的快 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现代科技了 但是回过头来说 按照现代科技的发展路线走下去的话 我们大约每隔11年就得面对太阳风暴对科技文明的冲击 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限制着不让人类的科技过度发展 不过有人可能想了 太阳周期不是11年一次吗 为什么2003年到2023年中间有20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不是没有 而是地球完美的躲过了 每日邮报2014年7月24日的报道 NASA在一份声明中说 2012年7月23日发生的一场太阳风暴差点就击中了地球 风暴产生的等离子云和日缅物质喷发 是一般典型的日缅物质抛射的四倍 这场太阳风暴也是过去150多年里的威力最大的一次 虽然专家提出第24个太阳活动周期较弱 可是通过2012年那次的太阳风暴的威力 我们可以得知即使是微弱的太阳活动周期 也可以产生非常强烈的风暴 NASA表示这场太阳风暴经过了地球的轨道 恰巧当时地球不在那里 相反的它击中了Stereo-A空间探测器 如果这场风暴提早一个星期发生 那就得命中地球了 克罗拉多大学研究人员丹尼尔·贝克说 如果它命中地球的话 我们可能到2014年还在收拾残局 贝克甚至认为 2012年的这场太阳风暴 可能比1859年所发生的卡林顿事件威力更大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文明 本可能在2012年就要结束 但是危险却和我们擦肩而过 当年人们讨论的最热烈的 莫过于玛雅预言中提到的 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了 玛雅预言的前四个预言都应验了 只有第五个末日的预言没有实现 我们在一集早期的视频中 谈到过对玛雅预言的深度解读 一名玛雅长老说 2012年10月21日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 是世界末日 而世界将进入一个对人类的考察期 这段考察期长达十年 人类这段时期的表现将决定人类文明 要继续还是重启 回顾人类的历史 还有历史上的那些传说 很多悠久的辉煌文明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 从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出 当时的人类科技要比现在还要陷进 不过最终还是毁灭了 人类文明只不过是被打击后 又重新回到原始时代 又重新发展罢了 现在的科技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但是一些问题也渐渐变得突出 就连科技巨头马斯克也在担心AI会出问题 还不只是这样 人还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懒惰 欲望也是越来越多 人们宁愿在家看剧也不外出活动 忧郁症也是越来越普遍等等 很多人都在感叹 现在的生活没有过去那么快乐了 现在我们和机器和手机打交道的时间 要比和人见面的时间更长 或许也是因为人没有以前那么有温度了 所以才更愿意和没有感情的机器相处吧 那这样就导致了人和人之间缺少了真诚的交流 事出有因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灾难也是如此 为什么太阳周期对现代文明科技那么不友善呢 为什么它还是11年一个周期呢 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 不让人类的科技无度的发展 又或许现代的科技不是最适合人类的发展路线 转念想想 如果人类没有过度的发展科技 即使再大的太阳风暴对于我们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反而是一场供人欣赏美丽的极光秀 那么玛雅长老说的十年考察期已经过去了 大家觉得人类做的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打开小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